安夜再度出動無人機 親伊朗的燕門什葉派青年運動 一邊向以色列發動無人機攻勢 一邊高喊口號要以色列滅亡 燕門什葉派團體週三公布這段畫面 當中可以看到一個綠色框框鎖定的 就是美軍的MQ-9死神無人機 不久之後畫面右下角飛來一個不明物體 無人機遭到擊中瞬間炸出火光 今年運動組織坦誠是他們攻擊 說是使用防空系統擊落美國的無人機 願美國透過它進行偵查間諜活動 在暗地裡幫助以色列作戰 美國國防部事後也證實這架要價3000萬美金 大約9.6億台幣的MQ-9無人機 是在燕門附近的國際空域遭到擊落 美軍誓言要徹查這起攻擊 同時也再度派出戰機轟炸敘利亞東部的火搖庫 從10月17號開始 美國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軍事基地 頻頻預襲 前前後後超過40次 為了報復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 接受總統拜登的指令 派出兩架F-15戰機實施精準轟炸 這也是衝突後 美國第二度的報復空襲行動 美國白宮國安會發言人 科比指控背後都是伊朗在高貴 但在無情炮火下 越來越多無辜平民喪命 全球的反美反以浪潮遍地開花 大批巴基斯坦人聚集在廣場上 舉著標語高喊口號 示威也出現在荷蘭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車站 而停在埃及港口的日本 和平之船郵輪高掛30公尺場的橫幅 呼籲停止加薩大屠殺 但在日本東京舉行的G7峰會上 各國領袖還沒有喊出 停火兩個字 G7領袖異口同聲表示支持 加薩爾人道主義暫停來保護平民 同時重申支持兩國解決方案 只是會後聯合聲明從頭到尾都看不到停火自演 就在以色列軍隊攻進加薩新藏地帶之際 黎巴嫩真主黨持續和以軍互轟 以往很熱鬧的黎巴嫩港口現在變得很安靜 因為沒有人想要葬身在戰火下 不過根據美聯社報導 美國正試圖斡旋 希望以色列暫時停火三天 來換取更多人質釋放 現在的談判還在進行當中 TVBS新聞 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